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則樂壇的熱話 說的是德日混血鋼琴家Lisa Savao 日前就在個人的社交平台撰文 高調反擊這個可以說是惡名超樁的樂評人 Roman Lebesch對他新專輯Beethofen的一篇樂評 在那一篇樂評說 Lisa Savao並沒有解釋到他選曲的原因 亦說到他的唱片公司因為同情他患病 所以靜靜地把他unreleased的錄音推出市面 Lisa Savao也說到他平時不會回應這些文章 但這篇樂評說的東西實在與事實非常不符 他必須站出來說出事實與正視聽 譬如說所謂沒有解釋到選曲的原因 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因為他在專輯的小冊子裡已經寫明 為何他會選擇這些作品 而他亦提及過他的身體雖然患病 但他的情況現在非常良好 完全沒有影響錄音的工作 事實上他亦有錄音準備出新專輯 他同時借一個機會解釋他所患的病 多發性硬化症究竟是一個甚麼回事 以及他身體狀況是怎樣 說回Norman Laberge 他的口戰也不是今天的事 譬如招員譜 很久以前也寫過Kisson和Norman Laberge的故事 話說有一次Norman Laberge就約Kisson去做訪問 訪問過程是非常正常的 對方客客氣氣 誰知道結束後 文章播出內容跟訪問的對話完全不同 有很多在裏面沒有說過的事 甚至是裂造了很多的說法出來 那為何Norman Laberge要這樣做呢? 沒有target 其實他就是希望這篇文章 特別是一些很誇張、失神的說法 去推廣、推銷、宣傳他的新書 所以說這個人他的風評 在業界一早已經是非常之差的 不過我自己也必須承認 他的新聞網站 我經常都會去瀏覽的 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的新聞網站 他每天都會更新 而且更新了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地的消息 包括香港的新聞 如果純粹是想了解 國際樂壇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網站 其實我會推介的 當然裏面很多新聞 所用的措詞是非常誇張 有很多煽動性的 這些是需要我們自己去過濾的 而這件事 到目前為止 Norman LeBetcher是沒有任何回應 我相信他都不會怎樣回應 你這件事應該都會這樣 慢慢不了了之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惡評人 我對於他這種手法 去捏造事實 亂說話 甚至是用別人的病來大造文章 我覺得做法是非常便宜的 無論是對於我自己或我的同行 必須要仁義為鑑 按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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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